观众朋友晚安 又到了周末假日 今天的天气是相当适合出游的 到户外去走走 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把握一下 今天各地大致都是晴朗稳定 属于舒适 围热 早晚偏凉的 白天不小心穿多一点的话 还会觉得有点热 不过到了夜晚这个时候 大概是只有22度左右了 而今天除了是在迎货面的基隆北海岸 北宜交界的山区 以及在宜兰花莲一带这个云量比较多 有局部的短暂雨 那么相对来说 在被封侧的西半部地区 仍是维持偏干稳定的大气环境 天气普遍都是晴时多云 只有早晚的时段 在沿海或者是空旷地区 有低云或是雾来影响到能见度 所以今天算是这波稳定天气的尾声了 明天午后开始 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增强 天气要开始出现变化了 好 来看到降雨方面 今天各地水汽都不多 但是北台湾的云量是有比较多的 尤其在大台北山区 以及在东半部 是偶尔有零星的短暂雨 而在东北部地区 局部降雨情况是比较持续的 尤其集中在基隆 还有北海岸一带 那么明天大台北地区 也是会有短暂雨的一个机会 从东半部到恒川半岛 都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阴雨的情况 而宜兰还有花莲也可能会出现 局部较大的雨室 所以如果出游安排是要往东部走的话 一定要记得西带雨具了 至于看到在桃园以南来说 仍然是维持晴时多云的稳定天气 不过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最好是要戴一件薄外套 好 说到明天午后要开始变天了 未来几天这个雨会怎么下呢 来看到明天周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时候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来说 都是有降雨的机会 尤其看到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在宜兰花莲地区来说 降雨的情况比较明显 有局部较大的雨势 至于在中南部看到 还是晴朗稳定的 而到了下周一的到下周二的白天来说 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 大台北市区到桃园一带 是渴望短暂地转为多云 有阳光露脸的一个天气 但是东半部在阴风面来说 还是会有阵雨发生的 至于到了下周二晚间 开始受到了南方云系开始影响 全台都会是阴雨绵绵的 而这样的情况 是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 好 来关心的是空气品质方面了 明天环境吹的是 东北风到东北东风 而在竹苗以北是在迎风面 所以扩散条件就比较好 那么中部以南来说是位在下风处 难免空气品质是比较不理想的 可以看到明天的中部是属于普通等级 而云嘉南以及高平 是属于达到了橘色提醒等级 那么敏感族群就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好 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首先是从明天周日的下午过后 会开始有一些改变 东北季风报道了 午后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又开始会有降雨的机会 而温度方面 明天下降的幅度还不至于太过明显 至于在中南部来说 还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 而下周一是持续的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不过北部的降雨有减少了 但是东半部到了恒春半岛这一带 还是有明显的阴雨天气 而周二的东北季风有稍微的减弱 但是有南方云系移入之下 所以全台都是有下雨的机会的 至于在周三周四来说 这水气又更多了 配合底层的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是再增强 那么降温就更明显了 北部白天高温是只有23度左右 感受上面是比较偏凉 好 大家关心这个下周六投飘日 当天的天气状况 当天吹的是东风 在东半部会有短暂雨 那么西半部则是天气 请评估给您参考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来看到高温是24到28度 低温是20到23度 再来往中部走看到 中部高温是29到31度 低温是21 22度 处于晴朗稳定的天气 往南走一点来看到南部地区 高温是29到31度 那么低温是22到24度 要注意日夜温差有比较大 好 东部地区看到高温是24到28度 低温是22到23度 不过降雨情况从明天下午开始 有点转变是比较明显的降雨 降雨几率30到40% 至于在外岛地区来看到 高温是20到26度 那么低温是在19到23度左右 要注意沿海的地区容易有强阵风 以及有雾来影响到能见度 好 最后的两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的是 明天中午过后开始会出现天气变化了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还有东部是转为有雨的天气 不过降温幅度还不会那么明显 而在中南部地区来说 因为处在的是下风处 所以要留意空气品质 敏感族群要更加的小心 以上这些中视气象 我是林佩杰 广告回来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视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视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